作家黄大米在脸书分享关于外籍看护的一些看法 包括80岁父坚持不让请看护 孝子生日当天过老死 还有外籍看护欠旅馆费17500的话题 全上新闻头条 我认为黄大米真不愧是作家 可以写出都市乡野传说 但这也反映出台湾长照的失败 因为我从他脸书400字文与相关报道中 没看到半字一句关于政府长照2.0的讨论 关于长照 我写过太多 有兴趣的请自行翻阅 只是我觉得很奇怪 为何媒体会把父坚持不让请看护 孝子生日当天过老死当头条 也没半点平衡报道 请一下家庭照顾者协会来分享一下 长照四包钱该怎么用也懒得做 还是因为这则新闻的主要受众 是像黄大米一样的人 我2019年写过一篇长照2.0 与贫穷世袭有钱请外籍看护 没钱才用长照 长期关注长照一提的沈正南医师 提出一个观点 有钱请看护 没钱用长照 这是因为长照2.0派来的居家服务员 并无法取代外籍看护 于是形成了请不起外籍看护 才使用长照的现象 我过去提的许多观点 可能因为时空环境不同而与现实状况有落差 但有一点是不变的 越有钱的人越倾向找外籍看护 越有钱的人越不会使用长照2.0 我很困惑的地方是 许多官员如林万亿 有钱人如郭台铭 大官如前总统陈水扁 他们都聘请外籍看护 照顾父母或自己 我不认为钱对他们是问题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一大堆人气长照2.0 偏偏邀请外籍看护 理由出在台湾人滥用外籍看护的做法 包括24小时要外籍看护工作 极少给外籍看护放假 要外籍看护做看护行为以外的事 以上最受雇主欢迎的部分 就是外籍看护付出的劳动力 远非长照2.0能提供 照顾者所有要肩负的一切体力活 全可以丢给外籍看护 反正只要台湾雇主不死 即使外籍看护死了 还可以再聘请下一个咯 我的母亲到现在还在使用长照2.0 我们作为长照家庭超过20年 过去独自照顾失能的父亲母亲也超过20年 我以前在工厂接触过移工 也看过非常多关于外籍移工的案例 报道与研究 更是写了很多篇相关讨论 我相信我对这个议题当然有发言权 因此我对媒体大量报道黄大米 关于外籍看护言论的一件事 前阵子我才跟B单位督导讨论 长照计划变更的问题 他提到关于要报警卫生局的部分 我妈都已经多重重度身心障碍 卫生局核定失能程度七级了 还要报警什么 而媒体大量报道黄大米写作的都市乡野传说 我认为台湾长照2.0 及相关制度或许有进步 但仍然满足不了许多人 许多人只好忍耐着接受 我的看法是 如果有一天连台湾有钱有权有势的人 也能使用政府提供的长照 那台湾的长照才能说是 真正进步与符合大家真正需求了 Blackjack 2023年4月17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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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